晚上好朋友们 今天分享文章内容是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 你路过我 我路过你 然后各自修行 各自向前 记得三毛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 不足以语人生 要想真正懂得一首诗 需要时间的打磨 岁月的历练 加上一点可遇不可求的运气 这几天想选题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苏东坡的这首词 虽然没能入选颂词三百首 但细细读来却没缘由的喜欢 就是觉得他写得好 忍不住就又多颂读了几遍 思以为 没有经历过风雨的人 是很难理解就种滋味的 直到有一天 在诗词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便真正地理解人生如诗 诗如人生 也明白为何平凡的文字 却带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东坡的林江仙 宋前慕父词吧 林江仙 宋前慕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 天涯踏进红尘 依然一笑作春温 无波真古景 有节是秋云 惆怅孤帆连夜发 宋行淡月微云 遵前不用脆眉平 人生如逆缕 我亦是行人 解读 自从我们在京城 分别一晃三年 远射天涯 你奔走年转在人间 相逢一笑时 依然像春天般的温暖 你心如古景水 不起波澜 高风亮节像秋天的竹竿 我心惆怅 你要连夜分别养孤帆 宋行之时 云色微芒 也耳淡淡 陪酒的歌迹 不用冲着酒杯太七碗 人生就是一趟艰难的旅程 你我都是那匆匆过客 就如在不同的客栈 停了又走 走了又停 这首宋词的题目是林江仙 宋前慕父 写于苏氏就任杭州之府之时 前幕父是苏氏好友 曾在绍兴就职 不过随后被调往河北 途经杭州之时 两人饮酒作别 苏氏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送别词 苏氏这首送别词层次很是清晰 上片写的是对两人离别再会的描绘 辞人的内心充满了对好友品格的敬意 下片写两人的离别场景 虽然内心有惆怅 但是却也看透人生 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旅行 而每个人都只是行人而已 这首词中最亮眼的颂词名句 当数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虽然只有十个字 却写出了人生路途中的哲理韵味 写出了人生的本质 人生不过是一座旅馆 暂住之所而已 我自己就是暂时栖身于此的漂泊之人 既然人生注定在路上 又何必在乎眼前的聚散呢 由此看来 天涯踏进红尘不足为虑 惆怅孤帆连夜发 也不足为惧 坦然对待即可 诸如此类的感慨 苏东坡不止一次的大发 对他而言 这既是无常生命的一种无恶奈何的状态 也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不然 他怎么能以一种旷达而超然的态度来嘲讽人生呢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人 有来去匆匆的过客 也有为你驻足的挚友 一生中也会走过很多地方 可能会走很长的桥 也可能会走很长的路 到最后年年转转 却发现故人早已飞着 景物依然依旧 苏东坡说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我们都欣赏苏子的豁达 甚至会产生把苏子的豁达 当成我们自己的豁达的错觉 但很多时候 苏东坡都是不常有的 好友离别远行 自己不也是在人生路上远行吗 这是每个人必经的路途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命运 苏氏就用这简单的十个字 道尽人生本质 说尽人生百味 若每个人都能彻悟人生的命运本质 或许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 风子凯先生的一句话 天地万物 没有一件逃得出戎枯 圣衰 生灭 有无之理 天地不过是一场旅行 万物不过而而 我们便释然了 逆旅的人生 有时也如清茶 只有历经浮沉 方得真味 文章到此结束 喜欢请转发关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祝愿大家平安